1995年 联想重磅推出了第一台中国品牌的笔记本电脑 联想招阳S5100 正式进军笔记本电脑市场 在这之后 笔记本里联想一直是主力军 而今年 商务系统下的招阳系列针对消费市场进行了产品孵化 月系列为此而生 同时还提供了三年保修服务 我手边的这台就是刚上市的月16 Plus 属于月系列中的旗舰机型 这台电脑除了售后保障过瘾之外 接口性能释放也是它的亮点 就这个外形 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它的各方面表现到底如何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照例来看一下这台电脑的配置 处理器是英特尔酷睿Ultra 5处理器125H 内存为双通道5600 32G 固态硬盘是1TB的一连AM6B1 屏幕是一块2.5K分辨率120Hz刷新率的IPS面板 标称色域100%sRGB 它的参考售价为6,299元 叠加国补后大约是5,040元 看完了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月16PLUS整体采用了亮银色的外观 A面非常干净 只有边角处有一个Lenovo的名牌 视线来到C面 右上角是支持指纹识别的开机键以及电源指示灯 键盘布局也用了联想16英寸产品的标准布局 打字手感中规中矩 下方是触控板 按压反馈比较普通 回到B面 屏幕用了一块2.5K 120Hz的面板 上方是支持人脸识别的摄像头 有防规拨片 最后是底面 中间是进风口 针对风扇位置做了开孔 上方是一条比较高的长脚垫 下方脚垫似乎比ThinkBook 16家做了一点身高 不容易磨损边角了 重量方面 月16PLUS是1.93kg 在同类产品里偏重 机身厚度是16.9-20.5mm 这个表现还可以 配合切边设计看起来机身会更薄一些 适配器方面 原装搭配的是一个140W的三角叉电源 如果有外出需要 可以自己购买体积更轻巧的PD充电器 接口方面 月16PLUS的接口种类非常丰富 USB包含了3A加上2C 其中一个C口是雷电 其他接口除了常规的HDMI、SD卡槽 还有全能本里比较少见的RG45 以及Oculink接口 可以直接通过它来外接显卡屋 屏幕方面 月16PLUS的这款2.5K屏来自京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97.9%的sRGB 色域覆盖97.2%的sRGB 色准平均DoltaE0.74最大1.36 最大亮度是393nit 全亮度DC调光 黑白响应10.06ms 灰阶15.92ms 作为一块sRGB面板 这个表现还可以 亮度要比我们去年测试过的16加独线版高一些 虽然全能本很喜欢在屏幕上做文章 什么3K分辨率、P3广色域 这两年确实屡见不显 但如果要说实用 还是sRGB的屏幕深得我心 不用担心什么色域切换色彩过宝盒等问题 在CPU部分 月16PLUS搭载了Ultra 5125H处理器 实测Cinebench R23测试中 15次循环成绩保持在14000分左右 观察跑分时的功耗表现 月16PLUS可以稳定在68W 温度则是保持在100度附近 在极客模式下 整体的性能释放是比较奔放的 单核方面 R23单线程1599分 属于125H的正常表现 显卡方面 月16PLUS搭载的是X1LPG 112EU的核显 内存则为插槽双通道5600 10色Cinebench Time Spy 3172分 Fire Strike Extreme 3407分 教室1080P 1794分 由于它是N-1代的核心 与我还小砍了一刀 再加上插槽内存的频率限制 图形方面的表现会略逊于主流的版载轻包本 不过它还包含了TGX接口 如果你特别在意图形方面的性能 那在固定场合外接高性能独显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游戏方面 我们测试了一些轻度娱乐游戏和常见的3A大作 首先是米哈游的二游大作原神 高画质下可以跑满60帧 没有问题 另一个是V射的CS2 1080P全低画质 平均129.8帧 1%low帧为85.4 勉强可以玩吧 其他3A游戏表现 Yer16 Plus要比新上市的酷睿5-220H进行高 但是要明显比刚发布的Ultra 200系列要弱一些 考虑到它可以借助TGX接口外接显卡扩展物 也算是给图形方面的短板找补了回来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Yer16 Plus的拆解并不复杂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后即可取向后盖 内部的结构跟我们之前测试过的ThinkBook 16加核显板几乎完全相同 Yer16 Plus的电池容量是85Wh 中够负载续航脚本时间为7小时52分钟 相比去年ThinkBook 16加核显板有进步 续航测试时CPU-Z单核为300分 多核在3100分附近 测试时性能相比离电状态有一定折损 但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实测内存毒、血都在核里范围内 内存延迟较高 不清楚是个例还是系统优化的问题 其他部件的性能我们也做了测试 这里做声表格方便大家参考 在散热方面 Yer16 Plus采用了双热管加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风扇是当下主流的内吹设计 下面我们来通过压力测试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开启极客模式 单靠FPU Ultra 5125H稳定在70W 温度100度 频率为4.3加2.8GHz 表明温度部分 键盘键帽最高温出现在F7键 39.5度 整个键盘比较凉快 噪音方面 满载状态下 噪音值为53.9分贝 比普通的核显全能本要大一些 但如果切换到智能模式 单靠FPU CPU功耗下降至55W 此时噪音是42.2分贝 如果对噪音比较敏感 那我建议切换成智能模式使用 总的来说 Yer16 Plus在散热方面做的还可以 得益于内吹风扇的引入 它的性能释放 表面温度控制的都还不错 但是噪音表现不佳 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调游 OK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它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的三条缺点供大家参考 从测试结果来看 Yer16 Plus就是一台更加商务版的Thinkbox 16家 它保留了较为完善的根基 没有预装过多的软件 同时套用了更加低调的外观 事后保障的时间带也更长 对于办公人权来说比较友好 那考虑到这台电脑的上市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配置和即将上市的Ultra 200H系列相比 N-1代产品本身在核心规格方面不占优势 不过Duby刚改名的Core 200H系列 它在性能续航上也会有优势 大家上量好的扩展性和性能释放 比较适合那些需要一个大屏幕的笔记本 同时要兼顾外出的商务人士选购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帮我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将会买本性能帮助电脑的小白 这是笔巴斯的事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